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警方亦有留意到類似案件發生 尤其是在現金互聯網下 不法分子可以更容易 更快一支和更隱蔽地取得危險藥物 他們通常會將GHB 亦即是逐清迷奸水混入酒精飲品當中 藉此掩蓋他們的藥味和增強他們的藥性 當有事受害人喝了這些藥物之後 他們就可以進行不法的行為 在2001年GHB已經被列入危險藥物條例的附表當中 亦即是意味著他們已經成為受管制的危險藥物 Amy 你好 不如跟我們說一下GHB其實是甚麼類型的藥物 其實GHB是一種中樞神經的振抑劑 它最常見的形態是一種透明的液體 它無色、無氣味和帶有一點鹹味 其實GHB本身是有醫藥用途 是用來做一種麻醉劑 而且因為它有刺激肌肉的效用 所以有些運動員會用它來增強表現 但是因為之後發現GHB的副作用實在非常之多 所以就列了它為禁藥了 以我所知一般人吃了多過兩克 亦即是少過半茶匙GHB 已經會產生頭暈和惡心的感覺 亦都可能會產生幻覺 沒錯,Kevin GHB還有機會暫時令人失去知覺和記憶 甚至會再嚴重些 會導致昏迷甚至死亡 而且其實每個人對同劑量的藥物 反應都會不同 有快有慢 要留意的是 如果自己混合藥食 都是非常之危險、風險非常之大 尤其是酒精和GHB都一樣是振抑劑 如果同時服用的話 有機會他們兩個的副作用會同時增強 大大增加了藥物過量 導致中毒或死亡的風險 自己吃或被人吃GHB的後果 都可以相當之嚴重 除了會觸犯法例和危害健康之外 在毒品的影響之下 有機會會令人失去理智 做了一些高風險的行為 對我們的身體、金錢、私隱、性健康 甚至前途都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而性罪行的受害者是無分男女的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Saman 作為社工有甚麼可以提醒現在的年輕人呢 好,Kevin 提醒各位年輕人 要保護自己和身邊的人 當大家去一些娛樂場所 例如酒吧或咖啡玩的時候 就要加倍小心了 第一,避免自己一個人去 要找信得過的朋友一起去 互相照應 第二,遇到一些主動搭散的陌生人 就要小心提防 千萬不要喝他們請的東西 第三,確保自己的飲品 在視線範圍之內 如果發現被人動過 或者有些不明來歷的粉末、泡沫 就不要再喝了 我知道部分人 會因為受到朋友或伴侶的隱憂 為了追求感官上的刺激 或者以為可以增強性表現 而濫用GHB 這樣做的風險是非常之大的 Saman,以我所知 有部分的受害人 因為覺得很難過 很醜 怕被人知道 又或者是他們認識 加害他們的人 而選擇不報警 沒錯 但為了避免更加多人受害 大家記得要即時報警 及早將不法分子承之於法 當大家有任何情緒困擾 記得找家人 和信得過的朋友聊 或者找輔導人員 例如社工尋求情緒支援 如果懷疑感染了傳染病 或者懷疑的話 要及早看醫生 接受檢查和治療 其實今天我們做訪問的地方 是位於金鐘政府合處 低座頂層的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它是全港首個 以禁毒教育為題材的永久展館 免費開放給市民參觀 而市民也可以在裡面 找到很多禁毒資訊 學校和團體 亦都可以參加他們安排的導賞團 有興趣參觀的朋友 可以去這個網站看看 警方在此重申 GHB是受管制的危險藥物 單單是非法管有他們 已經觸犯法例 一徑定罪 可被判處監禁和罰款一百萬元 至於試用藥物 以至獲得或者便利作非法性行為 更加是嚴重的罪行 一徑定罪可被判處監禁十四年 在香港要找一間酒吧去消遣都不是困難的事情 我們是有法例去規管酒牌持有者的經營和運作 而警方亦都會不時巡查這些場所 確保他們是符合法例的要求 當然去酒吧消遣的時候 要玩得安心 記住 自己是有責任 去確保自身和身邊朋友的安全 大家記住 如果有陌生人交一些飲品給你的話 千萬不要隨便飲用 即使離開各座位再回來 可以的話 最好換個杯飲品 以免被人有機可乘 接下來有幾宗交通意外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消息協助調查 這三宗的交通意外 都是發生在西九龍區 第一宗發生在荷民田惠里道 第二宗發生在佐敦的文匯街 至於第三宗發生在旺角市郵街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協助調查 這裡是荷民田惠里道近荷民田山道 在2017年4月28日下午3時半左右 就在對開的位置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而一名60歲的男子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當時一名男子駕駛小巴員惠里道下車 往往各方向行駛 當駛至九龍華引書院對開的時候 撞到一名過馬路的60歲男子 這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 被送往醫院搶救 但延至5月24日證實不治 我在這裡作出呼籲 在2017年4月28日下午3時半左右 有沒有市民逃經荷民田惠里道近荷民田山道 而沒有擊倒意外發生的經過呢 有的話請聯絡西九龍總區交通意外 特別調查隊第一隊 電話是3661-9000 3661-9000 這裡是油麻地道船街和文慧街的交界 在2017年7月7日晚上8時50分左右 就在這個路口的位置發生了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而一名3歲的女童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當時一名男子駕駛私家車沿道船街北行 當左轉入文慧街的時候 撞到這一名過馬路的女童 她隨即捲入私家車車底 被拖行經過文城街 再轉入文慧街私家車才停下 最後女童由消防員救出 她頭部嚴重受傷 昏迷被送往醫院搶救 不過最終證實不治 我在這裡作出呼籲 在2017年7月7日晚上8時50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途經油麻地文慧街 文成街和文慧街一帶 而目擊到這種交通意外呢? 有的話請聯絡西九龍總區交通意外 特別調查隊第二隊 電話是3661-9000 3661-9000 這裡是旺角上海街和豉油街的交界 在2017年7月20日上午9時40分左右 就是這個行人過路處的位置 發生了一種致命交通意外 一名86歲的男子在意外中死亡 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 協助調查 當時一名男子駕駛輕型貨車 沿市郵街第三條線東行 當右轉入上海街的時候 撞到一名過馬路的86歲伯伯 伯伯頭部受傷 昏迷被送往醫院治理 可惜搶救後最終不治 警方在這裡呼籲 在2017年7月20日上午9時40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途經旺角上海街和市郵街 而目擊到意外發生的經過呢? 有的話請聯絡西九龍總區交通意外 特別調查隊第一隊 電話是36619000 36619000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在這裡 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一家人團團圓圓圓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面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星期待